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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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子持续回暖而且偏东风的天气形态预计会到下个礼拜二白天 不过很快的在下个礼拜二晚上又有一波新的东北风要增强了 可以看到预计在下礼拜二晚上东北风这个线条又开始慢慢的往南往台湾的方向移动了 所以在下礼拜二晚上开始呢 顺着东北风再度增强影响 迎风明的北部跟东部地区又要转成又湿又凉的天气情况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下礼拜二白天难得回暖的好天气 下一波凉空气下礼拜二晚上会再度的报道 至于呢在这个气温的部分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其实呢周末假期预计北部地区的低温会上升到21度左右 高温更有机会呢是接近27度到28 29度的算是舒适的气温 而要到下个礼拜晚上呢这个冷空气再度的南下之后 低温会再度的下滑到20度以下 所以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变化很大 提醒您真的要多加留意您的缠着 小心不要感冒着凉了 至于在降雨的部分呢刚刚提过了 周末假期这两天风场是比较偏东风的 所以在迎风力的东部地区基隆北海岸 还是有一点点零星降雨的机会 至于西半部地区呢则是维持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所以今天来说呢在明天的天气情况会比今天再更好一些 预计呢从大台北都会地区哦 一直到南部的屏东都会是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气温持续回暖高温27度到32度左右 非常温暖又舒适的天气形态 而东部地区呢基隆一直到这个台东呢 都还是会有下次一些短暂争雨的机会 提醒您出门还是要记得攜带一句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